然后呢 到了礼拜天早上 他要到耶和华城面前去那边献瑶祭 这大祭司要做的事 也就在那个时候 这些圣徒就起来 因为被收割了 你看经文的应验就是这样 而且是跟耶和华结起跑的 然后呢 所以他们就进到那个城里面 显给很多人看 根据那个魏斯里的结晶 还有那个斯可福的结晶 他说这些人 复活这些人 跟那个玛利亚的弟弟啊 叫什么 拉撒路不一样 他说复活又死了 因为是在耶稣复活以前嘛 所以那时候还没有 一地麦子还没有下去啊 什么什么这些月节的也还没有成立出手节 这些都还没有应验的时刻嘛 OK 这些人是真正出手的果子 OK 所以呢 这些人就没有死 没有死到哪里去了 就是说 照麦克尔路那天的讲解 就是 那时候玛利亚看到他 不是马上要去抱他吗 抱他的扑老 要去抱他的脚 然后玛利亚就赶快退后就说 不要抱我 有没有 不要抱我啊 那为什么事后那个 多玛 多玛不仅说碰他 连还 手指头这样伸到这个 刺耶稣肋旁的伸 这样整个伸进去摸 然后他这边的钉 可能还要这样子下去摸 那难道耶稣差别待遇吗 不是啊 OK 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讲的出手节 first fruit 大祭司那天早上要献祭 要到耶和华的面前要献祭 所以 大祭司要到耶和华的面前要献祭 他一定都要自解 他不可以给任何人碰的 因为万一你这个人去碰到死尸 death 就你就不洁净 然后他又给你一碰 你就 你就不洁净 你就根本就没办法献 你知道意思 所以他要保持他洁净的 他不可以给他碰 OK 所以那个时候他跟他讲说 你不要碰我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有伸上去见我的父 大家还记得吗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早上他伸上去见父了 带着这个一捆出手的果子 就是那些四星跟他一起第一批复活的 这少数的这些上去 然后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就献上这个 第一批出手的果子 然后就跟他讲说 跟阿爸父说 他说 父 我会见你后来 我爱你 这些第一批的果子 然后他再再下来 那是美丽吗 那个永乐经文 听起来像故事 刚才那个美苏把人出手的那批带的 天上永乐经文 没有讲的那么的 但是我跟你讲 我现在讲说是根据这个节旗 他的隐含的含义嘛 这个出手的景 还有大祭司的这些 千年来所要做着装彩排啊 OK 这个含义 但是你讲那个经文呢 是有一句有一点像的 就是说他身上高天掳掠仇底的时候 有没有 掳掠仇底 我们中文是翻译做掳掠仇底 但是他不见得是翻译成掳掠仇底 他 He set the captivity free 就是把这些人 他身上高天的时候 带他们上去 这是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版本的话 可以这样子解释 OK 只是你如果看河尔本 他就只是从那个 那个角度说 他身上什么掳掠仇底 这个意思 OK 那是等于他的战利品嘛 他击败了死亡了 然后这一捆粗熟的果子 对 然后带着他们身上高天啊 抽屉也碰他不了 因为阴间的死亡啊 什么那个的钥匙都在 都在他的手上啊 然后天上地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都在手上啊 SUSSENSEIN啊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碰他 碰不了他了 对 然后这些人就他战利品 SUSS上去 献给父神再下来 OK 这是我自己的 这是佛伍 自己的那个 好 OK 好 再下来 所以在那边就 就 好 这样可以了 好 再往下 好 这边我们都讲过了 这边都讲过了 就大概是这个意思 好 这样就讲清楚了 好 为什么要讲说 三天三夜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被教导是礼拜五 Good Friday OK Good Friday 那这个Good Friday是谁定的 这个是坟地钢 这个是军事坦丁大帝 那个时候开始 那所谓的 耶稣讲一个例子 叫做说 天国 第一个耶稣今天讲说 天国好像 有一个人子来撒种 大家记得吗 然后后来抽屉也来撒种 有没有 你记得吗 那门徒就问他吗 就说 那是 是什么意思 然后撒 好种的就是人子就是耶稣嘛 他把神的道 传下来嘛 对不对 然后呢 抽屉也会去撒那些 False Doctrine False Doctrine 不对的教导嘛 好 然后呢 后面他又讲说 天国又好像 一个 好像一个富人 天国好像一个什么 三斗面 一个人来 然后 把在里面放了一个笑 有没有 然后全团就发起来 有没有 其实这我个人的感受 就是说 这个因为他可能是在 讲这个 这个 这个教会发展的历史 先事先跟你讲一下 好 那就是说 后面就会产生 所谓的 军事坦丁大帝 那个时候 他们把 异教的 风俗 罗马的异教的风俗 跟基督教的 纯正的信仰 全部给他 融合在一起 你知道吗 所以就是把所谓的 拜日陀的太阳教 拜太阳 Sung Worship 这一些的 日期呢 全部给你 融到 基督教信仰 所以这样子刚好 全国就可以 One War Religion 很好管理 你知道意思 就是 耶洗别的教导 你容赞耶洗别的教导 进到里面去 OK 是这样来的 所以呢 为什么那个礼拜五 Good Friday 绝对不是 我们要纪念耶稣的复活节 一定是要在出手节 照圣经的节起 那个复活节 第二个 耶稣的生日 刚刚讲到这个 耶稣的生日是祝盆节 刚刚讲那提示月一号吹脚 那是七十月一号 祝盆节是七月十五号 Mark Bills 他也有根据那个 撒加利亚排班的班次 去推算 大家记得吗 就你把这两个 综合起来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说 从这两个角度这样 两个角度这样综合起来 这个 Tabernacle 我觉得这是对的 我觉得是对的 祝盆节 因为他怎么样 他也是 支搭的帐篷嘛 住在我们当中嘛 You know This beautiful 所有的意义都 而且以后他还要住在我们当中 就是到了大军王的时候 出那个 他自己 那个来掌广一千年的时候 他就 神的跟我们在一起 到最后 起诉新内线 神的帐幕在人间 也是Tabernacle在人间 所以难怪说 列国 那个 所有的结局里面 有一个是列国都要来守的 你不守就不下雨了 那个就是 那个祝盆节啊 因为所有的人都要来上来 上来庆祝大军王的生日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们偏偏又被教导说 圣诞节 给耶稣生日十二月二十五号 为什么是十二月二十五号 我告诉你 十二月二十五号就是太阳神的生日 当初呢 就是太阳神救宗师的生日 他们当初在那个马加比之战 那个时候 公元差不多两百多年的时候 公元前两百多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 你们看那个 歇该启示物的面纱里面有讲到 Antiarchus 4 Epiphanes 4 那个王 他攻占了耶路上的圣殿以后 然后呢 他废除神的托软律法 不准读律法 你给婴儿行割礼的 母女 母子都要杀掉 然后呢 那个在祭坛上面 要把祭坛献租 污秽那个祭坛 然后不只是这样 立了很多的神像 在四圣所里面 就立了那个宗师的神像 那天是什么时候 就是照巴比伦的立法 十二月二十五号 所以呢 这个 他就是所谓的这个 太阳神的生日 还有太阳子神 就是叫做Mithra 或者是那个Tammuz 塔摩斯 也是一样 就是十二月二十五号 这样叫种种来的 所以说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们就像 Michael Rude 他里面分析的 讲说 我们承受了很多的虚假 我们Genthal believers 承受了很多的虚假 所以我们才会拉着 到了末日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就大概在 the end of the time 才会有这些人兴起来嘛 神兴起这些人来嘛 因为训悔必出于息安嘛 救恩出于生 那个Torah 那个纯正的教导会出来 所以我们会拉着他的那个 衣经 塔利啊 那时候外邦人就拉着 说 再教导我们一些 再教导我们一些啊 OK 这个时候就是 以色列人 跟我们外邦教会 互相祝福的时候 这个时刻 因为Naomi 你用路德记角度来看 Naomi已经回到 以色列了 OK 路德也跟他回去了 所以说路德就是我们嘛 外邦嘛 外邦教会 Genthal church 那回去以后 那个路德是怎么去爱Naomi的 对不对 然后呢 那个Naomi又是怎么去开启路德的 以至于他们是这么样这个 互相祝福的 甚至说路德所生的那个女 生出来那个儿子 还归给那个Naomi 认 所以为什么说Naomi得孩子 Naomi得孩子了 所以他祝福到这个 外邦的教会 因着耶稣基督的爱 就很愿意这样子来祝福 祝福以色列人 现在就这种说 可是不是这样子而已 因为路德是怎么能够嫁给波阿斯的 如果不是Naomi去开启他 叫他那一天 去躺在那里 然后跟他讲那一句话 跟波阿斯讲那一句话 求你把你的衣经遮盖我 I mean 我们外邦的 What is that? 所以很多的解经把它解成什么 包括sex的含义啊 又什么乱句话 讲了一堆你知道吗 其实不是 那个基衣经啊 衣经就是指你的authority 因为那个 所以为什么保罗 扫 不是保罗 大卫 把那个扫罗的衣经给 有没有 这里啊 还有这个衣经啊 全部把它割除掉 有没有 就是他的authority 的意思 领袖 好像我们中文的领袖 不然这割掉就不是领袖 你知道 你就没有那个authority 没有权柄 所以你要 他是要他 来遮盖他 你知道 把他take it under他的cover 在他的遮盖之下这个意思 那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他是 用摩西的律法 上帝的律法 就是说 因为他 波阿斯是 那个 他的kingsman redeemer 有没有 叫做goel kingsman redeemer 就是救赎主 但是 这个救赎主 不是叫做 近亲救赎主 还有一个kingsman 因为跟他有血缘关系 所以叫近亲救赎者 你如果不是这个关系 你还没有 全力去执行这个事情 你也没有办法去要求他 来尽这个义务 ok 所以这照摩西的律法规定 那 所以那个时候 那个 拿奥米去交达路德 路德 也不是真的很清楚 这怎么一回事啊 就照这样做啊 就嫁给波阿斯了 那时候一做 波阿斯就是 有没有 马上给他六捆大麦 有没有 然后让他背回家 一背回去的时候 奇怪 那个拿奥米一看到 那个六捆大麦 就马上就跟他讲 就知道是 好像两个都有暗号 你知道吗 都不用讲话 like secret message 然后路德可能很高兴 扛了六捆回去 他不想知道六捆是secret message 所以那个 拿奥米一看就说 你放心 女儿啦 你放心 今天这个人 如果不把这件事情办成 他绝不把罢修 你知道 所以现在就是 我们 就是在这个世代 这个 我们这个 路德跟拿奥米互相祝福的时代 就是 This is beautiful 好 嗯 呵呵呵 现在不知道讲到哪里 想好好往下 好 这个 嗯 他有提到那个 亚伯拉兰县以撒 有没有 那个路径 有没有 跟那个地点 那这里呢 大家还记得这里是什么 圣殿 有没有 圣殿 还记得吗 这是圣殿 就在这里 然后呢 他叫这些仆人们 在这里等 停下来 他跟那个童子往前去拜一拜 其实不是童子 那个时候以撒 不是小孩子 那时候可能都已经 二十几岁三十岁了 OK 不是童子 OK 他们两个就是这样走 有没有 然后他背着木材 就是走这个路径 这个路径 后来跟耶稣所走的路径一样 好 我们往下看 好 这个最高的地方就在这里 好 那往下看 好 那以现在的位置来讲 大家记得我把位置倒了一下 这边是东 这边不是北 那边是东 然后那个圣殿在这里 圣殿在这里 然后这是圣殿的东门 橄榄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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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然后呢 这个是 圣殿山是不是摩利亚山 等一下给大家看清楚 就是摩利亚山 然后呢 他的山脊呢 是往北这边这样延伸出去的 这边整个都是摩利亚山 那个山脊 然后山顶 顶在这里 好 就在这里 好 所以呢 这个位置呢 是在圣殿耶路撒冷的北 也在圣殿的北方 这个也很重要 这个位置也很重要 好 再往下 好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形学 好 就是这个叫做Temple Mount 就在这里 有没有 当初呢 亚伯拉安是从别四巴 是从南边往上走 别四巴在往这下面 往上走 往北走 爬到那个 爬那个山 然后呢 这个就是Temple Mount 刚刚我们说的那个 正殿山的地址 这个地方呢 是那个 他跟叶布斯人 后来大 大卫跟叶布斯人 买的那个 踹骨厂 踹骨厂 那个我记得是好像海拔 大概730公尺左右 那个地方呢 是最好用来踹骨子 因为那个山的风啊 跟那个山势 跟那个风啊 刚好你在踹骨子 以后你要仰起来 让那个康匹 跟那个骨子落下 要有风 那不会太大又不会太小 所以这个就是 The Trashing Floor 是在这里 但是这里不是限电的地方 不是限以煞的地方嘛 他限以煞的地方 是在山顶 还要往上走 就是往北走 我们刚刚有没有讲 就是往这个北走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点刚好777 海拔777公尺 呵呵 OK 好 好 那这边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 圣殿山 你看到这个Golden Gate Golden Gate叫东门 又叫做East Gate 就是这里 然后呢 你看这个圣殿山 然后这个山极 你现在看到这个 就是山极 Ridge Mont Moria Moriya山的山极 这样子 往这边上去 延伸到 顶点在这边 这里 OK 好 那 这个是用现代的图来看 现代的那个照片 卫星照片来看 这一样 照这样子跑 一样 那HIGHEST POINT 大概在这 好 好 那我们往下 好 那这边要讲到圣经 所以呢 创世记二十一章三十一节 那个地方 起名叫做别四八 那他就从那边 然后 从那边往上的 因为二十一章三十一节 结束以后叫到二十二章来了 马上叫到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的时候 神就告诉他 把他的独生儿子带到摩利亚帝 有没有看到 摩利亚帝 好 所以 刚刚 所以 那个就刚刚照着 刚刚我给大家看的那个路线 麦可路的那个 PowerPoint里面的那个路线 他就是往北这样走 对不对 然后经过那个踹骨子场 然后再往上 那个时候他就跟 以撒两个 从那个圣殿山 踹骨子场 再往上的时候 他们就两个人自己走 没有其他人 好 然后呢 把他献为藩帝 好 那后来 大家都反正这故事都不重述 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嘛 那 亚伯拉罕那个 献以撒地方 这摩利亚山的山顶 就刚刚讲过 777公尺的地方嘛 亚伯拉罕就 那个祭坛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 亚伯拉罕就取 那个 把那个地点 就叫做耶和华以乐 就叫做耶和华以乐 是指那个祭坛 因为在那里 上帝自己提供了 那个 那只羊羔嘛 或是山羊嘛 OK 所以是在讲的是 那个 777那个地方 好 可是呢 他下山了以后 然后他就讲说 直到今日还有人说 在耶和华的山上 必有预备 我们看这个好像 不是很清楚 但是你如果去看 King James的版本 King James的版本 It shall be seen 在这里 In the month of Yehovah It shall be seen 就是说 耶和华 那什么会被看见 It shall be seen 什么会被看见 就是说在这个祭坛 耶和华以乐 耶和华神他会自己 预备他的献祭的羔羊 但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在Mount of Yahweh Yahuwah 就是在这个 那个 那个 就是这个 这个 摩利亚山 嗯 好 那It shall be seen 这是一个prophecy 这是一个预言 以后在这里 会被看见 有没有真的这样发生呢 我往下 好 好 那这就是根据 Michael Ruder的那天的精彩的讲解 OK 我现在给大家看了 Point A Point B 那个Point A 那个就是 县以撒的地方 祭坛 777 这个高点 差不多在这里 但是他们那时候把他给绝 那时候因为要挖掘这个 把这个城墙的面弄很高 以至于他们可以抵挡 抵挡那个进攻的人 所以他们把这个山都往下挖 这样子 OK 所以那个时候在耶稣那个时代呢 他钉十字架地点在这里 就直接就在那个下面 OK 就在这里 这个B点 耶稣钉十字架地点 好 往往下 那这个呢 好 他也有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说 你现在去耶路撒冷 大马四格城的下面还有一个门 那个门的高度才是当初耶稣那个时代的高度 OK 差不多 OK 那街道上面的高度 已经是高于这个了 差不多高了 差不多二三十英尺 那个 那个 耶路撒冷城外面那些街道高度 因为他们是建筑在废墟上面 OK 只有这个才是当初 当初耶稣就从这里 被十字架从这个门出来 不是罗马天主教他们在跟你讲那个苦路 什么拉多苦路 不是那条路 OK 然后呢 这样子 好 那 那 现在就讲到Rone Wyatt 刚才还记得Rone Wyatt 对不对 他呢 就是从这里开始挖 这就是在大马四格门的对面 那个巴士站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 就是在那个附近 他那边有那个Garden Tune 花园坟墓 然后 右边有个巴士站 大家记得巴士站 然后那个有个咕嚕脸 有没有 有个咕嚕脸 就在那个对面 就他从那边开始挖 从那里开始挖 好 那往下 这是挖的地点 往下挖的差不多三十英尺 就挖到了十字架的洞 就是说 那个 差不多是正方形的一个洞 然后呢 那个是 然后那边找到什么铁钉啊 什么什么那些东西啊 钉施架铁钉啊 反正那个细节都在他的网站有 OK 那重点是说 他找到了那个 然后 你跟我讲一下都灵果师部 所以大家要看一下我们的那个 末世先锋特会 那个都灵果师部的 里面的详细讲解 因为那里面有讲到那个 都灵果师部很神奇啊 因为他完全详细记载了 耶稣的受难的经过 还有他的那个复佛 全部都在都灵果师部上面 这实在太神奇了 Anyway 那要讲的是说 他所背的 不是一般以为的十字架 是这样子十字形的 OK 他是背的是横的 罗马兵的兵 十字架行的方式呢 是在 就是说 地上这个石块上面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挖了一个洞 正方形 然后那根直的 那个pose 是一直立在那里 那受十字架 是背横的 这样子背的 所以耶稣当初是这样背的 OK 他不是背整根 OK 然后呢 到了那边的以后 他们才把那 人 就是把那根钉在这个 直的上面 然后把人给 绑上去 绑上去 OK 所以大概就是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在Duling Course 里面有解释的 比较详细 然后这样子 那 呃 好 那 他找到的地方 就是这里 好 那我们再往下看 呃 那我们等一下再回头来看 那个 找到了什么 就是 约会到底在哪 因为这跟约会有关系 那约会为什么 又跟耶稣上十字架有关系 那为什么约会跟耶稣上十字架有关系 因为跟那个约是有关系的 我们所谓的旧约新约 到底是什么样的概念 那等一下再讲 实在是 哦 呃 很棒的东西啊 很棒的内容 然后 好 那我们讲水患的问题啦 往下 这个那天他有讲 这个 叫做Dome of the Spirit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不是所谓的 犹太的 不是那个回教圆顶的黄金色清真寺 Dome of the Rock 他是在他的旁边 这么小小的 OK 根据Michael Rude那天的讲解 还有他亲自跟那个 圣殿重建宴 Temple Institute里面的 創始者之一的领导者 直接对谈过 他们告诉他说 他们相信 这个 才是 所罗门圣殿的 那个Holy of the Holy 至圣所的所在 当初约会就放在这个上面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他们 知道说 那个所罗门的 那个 那个圣殿的 那个Foundation Stone的 那个北边是在这里 在大概这个地方 这个他们早就知道 他们只是不晓得 南边在哪里 后来就是因为 他那个讲到 那个水一直冒出来 那个水患的问题 所以他们把这个 这边的 埋的那个水管里面拆掉 结果他们上去 刚好看到 那个圣殿的基石 的南园 才知道说 原来是在这里 那根据这样 他们就有办法计算出来说 Holy of Holy 就是在这里 因为圣所的尺寸是完全的很准的 上帝都规定很准 至圣所 圣所还是至圣所怎么建 然后 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讲这样子 因为 这一条 这一个的中心点 中心线啊 你来往下看 因为这一个的中心线呢 你以这个为 刚刚就是Dome of the Spirit 以这个中心线呢 然后呢 来连接这个所谓的东门 圣殿山那个东门 这个就是圣殿山的东门 这个就是圣殿山的东门 东门的那个中心线 中心线 两条线连起来 刚好成为正东 正东西向哦 Exact的东西向 为什么这很重要 为什么这很重要 因为 因为 那个 Josephus Josephus 那个 约瑟夫的 那个 这个 犹太史记里面 就有记载 就是说 至圣所 跟那个东门 至圣所的 Center Line 中心线 跟东门的 Center Line 是成一条 正东西的走线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线 就在这样子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 这里呢 上 那个Metro Route 就讲说 他们那个 用那个卫星探测下去 就不看到四个Lockstone吗 就是锁石吗 就在那个地点 好 我们往下 好 这边再往下 好 这个就是东门啊 有没有 这就是东门啊 东门 好 这样子 好 再往下 好 这个就 这个就是Dom of the Spirit 就这里 好不好 好 OK 那这边这边 阿拉伯人现在 把他搞了很多坟墓 因为他们相信说 耶稣在来的时候 脚踏在橄榄山上嘛 就是在东边嘛 在这边嘛 这边就橄榄山了嘛 然后他们相信 耶稣是从东门进去啊 所以他们这边 就搞了一堆的 坟墓在这里啊 他们就想说 耶稣又是祭司嘛 不能碰触那个 死的东西啊 他会不解啊 他就 不敢去啊 就怎么样绕啊 但是他们没搞清楚一点 如果说 耶稣走过去这点 你就复活了 对啊 哈哈哈 对啊 哈哈哈 哈哈哈 OK 好 再往下 好 那我们讲约柜 好 往下 约柜呢 有两个 三个部分 应该讲 OK 三个部分 两个部分好了 这本是夹杂木 里外都包着金 只是一个box 2.5种 1.5种 好 根据Michael Rudd的算法 一种是多少 你们如果查圣经的话 有什么埃及肘 什么 各种不同的民主 他用不同的 虽然都成为肘 但是长度不一样 OK 根据Michael Rudd的那个 算法呢 是20.62英寸 是为一种 这个叫做圣索的轴 sacred cube sacred cube sacred cube 我对这个很好奇 因为我之前也在研究这个东西 到底一个sacred cube是多少 因为根据牛顿 牛顿自己也研究 如果没记错 牛顿是定为25.2 又差 又差 好 结果呢 因为Ron Wyatt 因为我昨天晚上还在看这个东西 Ron Wyatt呢 我去查了Ron Wyatt的网站 他自己 有 请人家画那个 画那个约柜 他所看到约柜的样式 种种种种的 还有尺寸都弄出来 用Ron Wyatt 甚至自己还做了一个 照1比1的尺寸 自己用木头做了一个出来 OK 那个样式出来 我跟他上面写的那个 标的这个多少英寸 这多少英寸 我一算 哎呦 还真的是20 算出来是20.6 这两个不是 蛤 没有 我说 我说他讲的就是 Michael root就是讲20.62英寸 OK 好 好 那我们 那这里面我讲一下这个弹头 你会去看到 很多的不同的约柜的画图像 对不对 有很多的画错了 有很多把杠头是画在短的这一边 不是画在长的这一边 这个是两尺半 这个长两尺半 宽是一尺 不是 两轴半 2.5cubic foot 然后这是1.5 OK 所以这一面是长的那一面 就像这样长方形 这2.5码 1.5码 OK 这样清楚吧 好 因为这个跟等一下 这很清楚 因为这等一下跟 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的方位很有关系 好 那为什么要讲方位 因为那跟后面耶稣的血 到底落在东边还西边 为什么这样子又很有关系 环环相扣的 OK 好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然后这个杠头 你会看有的是写 画在这里 这不对 是在下面 杠头这么长 是在 所以是在长的这边 然后在下面 OK 好 然后呢 根据那个 那个什么 历代 我再补那个经文好了 不知道是历代自下 还是历王自下 就是 OK 有记载 记载说在这个 约柜 就是约柜的旁边后面 塞的在这边边 有一个pocket 有个地方 那里面是放什么 就是放那个摩西五经 放托拉 放经书 摩西五经 就放那里 OK 那麦托路德也有讲到这一点 约柜里面 原来有包括 马娜 亚伦的帐 对不对 还有那个 十戒 两块十板 十戒 对不对 后来 那两 摩西的 后来那个 亚伦的帐跟那个 马娜都不见了 就剩下 那个 只有十板 在里面 这个圣经里面也有记载 只有后来就剩下这样 好 但是外面的那个 那个 那个还在 那个摩西五经 那个托拉 那个托拉 托拉还在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 是这样子 好我们再往下 这一个叫私人座 我们一般以前 以为私人座呢 只是一个盖子 一个盒子 像箱子上面一个盖子 其实不是的 这个私人座呢 照圣经记载 是纯金打造 非常非常重 如果照 而且跟这个两边的天使 都是一样金子纯金打造出来的 是连在一块 是连在一块 照那个 run wire自己的讲法 这一个私人座 连在两边的天使 全部加起来 差不多900磅的重量 大概四五百公斤 OK 他后面 他自己的见证里面讲的是 后来 他进去了好几次 后来是天使 帮他把 把这个私人座 搬开 然后让他去把那个 那个十 十戒 那个坏石头拿出来拍照 OK 不然他自己搬不了 OK Anyway 好那就是 那这边是铃铛石榴 铃铛石榴 铃铛石榴 铃铛 总共七个 这个Michael Rule都有讲解 好不好 这个私人座呢 所以大家看 他不是一个盖子 他是一个边缘的 有没有 好这样子 好 私人座 然后这个天使 你们会去看到那个 很多月会的那个画 尤其是你到以色列 他们会给你看的是 两个小小的天使 在这个私人座的上面 然后一个长得像男的 一个长得像女的相亲相爱 OK 那个样子 OK 所以呢 OK 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以后事情 时间到的时候 大家知道 谁说的对 谁说的不对 因为Run Wild讲的很特别 嗯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而且make sense 我跟你讲 为什么 我自己研究的结果 就make sense 第一个 因为这个不是一般东西啊 这个称为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称为耶和华神 在地上的宝座 He's literally his throne on the earth 他的王的宝座 就是在这里 好 你想想看 宝座 有可能让天使在上面坐吗 does that make sense啊 真的一点都不make sense OK 第二个 这两个 这天使 你看这个翅膀 这两个翅膀 刚好就有形成烤 你把它想像是 一个宝座 我们叫做mercy seat 我叫做seat s-e-a-t 我们就被他误导了 你知道seat 没什么大不了 一个seat 座位而已 seat 他其实是 还可以把它翻译是 宝座 因为王的seat 就是宝座 就是throne 宝座 I would rather call it throne throne 王的宝座 好 神的宝座 好 然后呢 这个 这两个翅膀 基督伯 两个翅膀呢 在背后这样子 互相连接着 这就形成了 宝座的靠背 宝座的靠背 OK 好 然后这两个天使 脸是朝下看 就看这里 看着这十人座 好 这样子的设计 保证 绝对不会碰到地 神的宝座 绝对不会碰到地 你再往下 约会是整个地球上 甚至说整个宇宙里面 the most holy object 是神的宝座 他绝对不允许被任何人 define 污染 变污 如果碰到地 我们现在知道说 这个earth 因为这个地土 是属于谁的 目前 撒旦 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 地土被玷污 被无辜人的血玷污了 什么 今天讲那个 the profane the land 很多行拜偶像的事 什么 无辜人的血 都把地土都给玷污了 OK 所以呢 这个保证 他的宝座 绝对不会掉到地上 好 再来 呃 好 再往下 再来呢 就是 这个了不起 大家所看到的这个 就是 叫做 shakein glory 所以我们知道 耶和华神的荣耀啊 是变满全地 是没错 可是他有一种的荣耀 叫shakein glory 说 以这个地方为居所 那shakein 意思是说 dwelling dwelling 居住的意思 居所 那个叫shakein glory 他在整个地球上 他从来没有 没有一个地方是他指定 作为他 荣耀的居所 就是shakein glory 唯一 能 选为居所 就在这里 就在这个两个基伯路当中 私人座的上面 他 当年就是在 当初摩西的时代 他就在这里 摩西每次有事情要找 要问他 他有事情要找摩西 就是摩西坐在他面前 然后耶和华神 就在两个基伯路当中 在耶和华的荣光当中 shakein glory 跟他说话 告诉他一切的事 我个人相信 这个也是为什么摩西 那么特别 他不像一般的大基士 每次每次进 什么像赎罪一年 只能进去一次 然后还要烧那个烟云 有没有 烧那个在他面前 烧那个香 让那个烟云可以遮盖他 那个烟云的意思是 保护 保护那个大基士 不会被击杀 因为你没有办法 眼睛看着他 你眼睛看着他 你就死了 你知道 所以他要先烧香 那个烟云遮盖 遮盖 遮盖 这一个 他的私人坐 然后他才谈血 七次 是这样 可是摩西 我 因为圣经里面找不到 他每次去都要这样做 我相信他是不用 因为 因为特别 耶和华神说 我是跟他面对面说话 ok 所以这 所以耶和华 是不是 太重要了 好 然后呢 出埃及记25章22节 上帝就跟摩西说 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 然后又在法柜 就是 约柜 施恩座上面 两个基督国天使中间 和你说 我要 吩咐你 传给以色列的一切是 所有的事情 在跟他说话 好 另外呢 为什么说他是那个 那个宝座 为什么说他是宝座 诗篇132篇 好 民宿记好 民宿记最清楚 好 民宿记10章35到36节 他们当初以色列打仗的时候 约柜走前面 为什么约柜走前面 我跟你讲 耶和华神是神圣的战士 他是真正的marine first to fight 他的子民还没 他已经先在前面 他已经先出去fight ok 所以呢 约柜往前行的时候 摩西就说 耶和华求你 arise 我们讲说 心情不是很知道意思的吗 你如果看 喔 再看 rise up arise rise up 什么意思 然后呢 然后愿你的仇敌示善 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这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说 这个 是他的宝座 他是坐在那个宝座 诗人座上面 但是现在是出去打仗的时候 出去打仗的时候 他们把约柜行在前面 然后就 摩西就开始讲 这样子 求你信就 愿你的仇敌示善 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 从你的宝座先站起来 出去击打你的仇敌 击打以色列的仇敌 为我们争胜 为我们得胜 ok 打完了以后怎么样 约柜停住的时候 他就说 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 在千万里面中 你出去打得霹里哈拉 打得落花流水了 耶和华神啊 请你还记得要回来 回来 仍然回到基伯路 两个基伯路上面 施恩座当中 回到以色列千万里面中 当初啊 耶和华神 因为他们以色列的灭 以色列的那个 拜了金流堵 那个 那个 呃 耶和华神跟 那时候跟摩西说 我派天使跟你去 我不跟你们去 有没有 摩西就跟他说 NO 有什么 事情可以 把我们 以色列民主 跟天下的万民当中 分开的 只有一件事情 是什么事 就是 我们有你的 在全 这个地球上面 OK 不管那时候 中国的唐朝啊 还是什么 世界上什么 其他帝国 whatever 大家 不信神的 祂也有很多的 很好的 这个 whatever 宝藏啊 祂的很荣耀的国度 种种的啊 那跟以色列民 跟以色列这个民族 跟万国之中 有什么区别 就是耶和华神的荣耀啊 就是这个 shakein glory 以他们为居所的 是在他们以色列的当中 他没有选择其他的 所以 他如果没有 你不跟我去 我就不 我也不去了 你不跟我们去 我也不去了 OK 这是非常非常宝贵 shakein glory 好 那我们就 好 我往下 所以这样就把这个宝座给 好 现在讲所罗门的圣殿 照那个Michael Rude的讲解呢 他等于是 原来的四倍大 因为这本来 照摩西的秽墓是十乘十 有没有 十走乘十走而已 OK 他呢 所造的面积呢 所罗门圣殿的面积呢 是 秽墓的四倍 是四倍 为什么做那么大 为什么不做摩西的 当初那个时代的吩咐 那个会幕的吩咐 来做 好 而且很奇妙的就是说 约柜摆设的位置 约柜摆设的位置 是在靠着这个圣所 这至圣所 中间那个有个会幕 一个curtain 帐幕 那 这个既然面积这么大 为什么靠边站 为什么约柜要这样摆 来 OK 好 那我们下看 列王记八章六到八节 特别记载这件事情 因为 这杠盛长 杠头在内殿前的圣所 可以看见 在殿外 却不能看见 直到如今还在那 这是讲到 那个所罗门圣殿盖好的时候 祭司抬着岳柜进去 到至圣所里面放的时候 是怎么放的 那这边特别提到那个杠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 下面这个 他们祭司要抬杠 那个杠 藏藏的那个圆的 那个杠 OK 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照圣经夜化神的规定 你这个杠头 是永远不可以抽出来 你不能把这个杠 跟这个分开 OK 好 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等一下解释 为什么说在杠头 在内殿前的圣所看见 在殿外却不能看见 好我再往下 好这是我刚刚问的 大家可以 为什么会有留出这么多的空间 那大家你看到这个 有伸出来一点点 有没有 杠头啊 好 有伸出来一点点 那意思是说 假设这个就是 约柜这样放 那杠头是这样 好 好 那这个杠呢 是这样子抽抽抽抽抽 但是他不能完全顶开 只能抽到这样 因为杠头很长 杠头很长 就是他要抽抽抽抽抽抽 可能 就是要把它出来 然后顶到这个会幕 好不能完全抽出来 但是抽到他可以顶到 你看到这有点顶到 有没有 可能 那这边全部是空的 好 这空间是完全是空的 为什么这样放 他再往下 好 再往下 好 大家看到这两个突出来了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两点突出来 有没有看到 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个杠 杠头在内殿 这叫圣所嘛 这叫自圣所嘛 里面自圣所嘛 在圣所你可以看到 杠头 你在殿外你就看不到了 这个是在圣所 这不是在自圣所 不是在自圣所 对 这个是在圣所 这不是在自圣所 就这个是对的 好 对 不是在自圣所 好 然后再 另外呢 你想想想你是大祭司 这里面就牵扯到 我现在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 那个圣殿的门是朝东还朝西 圣殿的门 对啊 整个那个殿的门是朝东 朝东嘛 当初摩西那个会幕 有几个门 就一个门 对 朝什么 就是朝东 也是朝东嘛 OK 所以为什么是这样 这样来的 朝东 好 那大家记得 那所以这边就是 这边就是门嘛 对不对 是那个殿嘛 那再来就是外院的嘛 对不对 妇女院啊 那些外院啊 不过是两根柱子啊 就在外面的 然后进去这边就是 那个圣所 那边是自圣所嘛 就这样嘛 对不对 好 这样子 所以这边就东了嘛 这边是东了 那 这个祭司呢 进去的时候要怎么烧香 他的方位 好 我们再往前 然后规定 还有一点 规定赎罪日 大家就查那个立位记 规定 为什么耶和华省规定大祭司 大祭司进去在 赎罪日的时候 要谈那个雪七次 是规定 谈在私人座的东边还是西边 规定是只能谈东边 不能谈西边 为什么 这么几千年 大家搞不清楚啊 为什么只能谈东边 不能谈 不能谈 等一下 对 为什么只能谈东边 不能谈西边 为什么 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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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parking lot 就是 president the parking special parking for president for the president 特别保留座位 位置 蛤 有啊 OK 好 为什么 你要记得 我刚刚讲到这个 对不对 这个杠不是 是长的这边 两轴半的这边是杠吗 所以呢 就这样子放 所以杠就这样伸出来嘛 是不是 坐北朝南 好 你讲的对了 所以东西北南 靠背在哪里 靠背在这里嘛 对不对 北 然后这边是南 所以神的宝座 在自圣所里面 坐北朝南 我然后再问你 我再问你 所以照这样子的方位来讲 西边 宝座的西边 是神的宝座的哪一边 右边 右边啊 圣经里面明明白 对不对 神宝座的右边 耶稣就是怎么样 升到 高天坐在什么 富的宝座的右边啊 富的宝座的右边啊 蛤 ok 好 那我现在 and and 还有 好 是不是make sense 我现在把所有的细节 这些的东西 如果只要有一个细节 不 不 不完整的 怎么讲 编织在也 不完整的 完整的凑在一起的话 这 就讲不通了 ok 因为这又跟圣经的经文有很多关系了 ok 好 然后再往下 那所以我们说 欸 好 那既然是赎罪日 你要再谈血在上面 对 那意思说只能谈 东边 不能谈西边 东边是动物的血嘛 就是那些公羊 公山羊啊 什么那些的血嘛 动物的血啊 you know 那西边是留着干嘛的 好 这个 后面就有 好 那先讲它怎么消失的 这个月桂是怎么消失的 照Michael Rude的研究 好 那我们再 这边 这 这边就看得更清楚了 这个杠头就伸出来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在外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好 那所以大祭司献 那个赎罪日的时候 他必须要 因为有杠头 他就知道 那个从外面他知道说 那个月桂的位置 他进去又要照过来 然后在这里 在这个面前 烧那个香 遮盖那个烟云 用烟云遮盖 耶和华神的那个 Sharkhand Glory 这样才不会被 才不会死掉 然后再弹雪岩 弹这边 右边 不是 弹东边 不是弹西边 这样子 好 然后呢 这边呢 四个Lockstone 所拾的装置 Lockstone 要同时开启 同时开动的时候呢 会启动这两根 一根叫波阿斯 一根叫约亚金的柱子 好那往下 好 那个 那个 在西律的圣殿呢 前面没有那两根柱子 只有在所罗马的圣殿 才有那两根柱子 而且这两根柱子 不是用来支撑任何结果 他只是 站在外面 好像装饰用而已 他不是说一般的柱子上面有 有支撑这个建筑物的功能 他没有 OK 好 结果呢 那两根柱子呢 那个就是整个 就是所谓的 流沙干港式升降机系统 Hydraulic Sand Elevator System 为什么会有这种技术 埃及的技术 所以在干照麦克鲁路的讲法 所罗马去娶埃及法老女儿 跟他make一个affirmity make一个约 那个约照西环原文呢 那个讲的是 只有在family 你知道属于同一个家庭里面 你才可以取得这个家庭的secret knowledge 特别的知识 那埃及因为造金字塔的关系 他们有非常特殊的 造这种流沙干港升降 启动系统 有这样子的knowledge 所以圣经里面特别有提到说 他把佛老女儿 放在那个大卫城里面 一直到所罗门的殿 还有 一直到所罗门的完工 还有耶和华的殿 建造好位置 特别把这两件事 好像透了一点玄机连在一起 好 然后这个方式 作用的方式呢 就是说这个 你现在看到这个灰色 这个是sand 这个就是那个柱子 中间是空的 铜柱 这个柱点是石心的 很重 ok 然后呢 这边呢 有一块黄色 这石头是跟外面的 外垫的石头 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这个东西 这四个lock stone 一同时开启 一打开的时候 就会开启这个系统 然后呢 这个砂会先流出来 旁边的砂就流出来 旁边的砂往下流以后 那个上面的这个 就被砂流了以后 上面的这个 那么重的 那个 那个 好几吨的那个桶 就上 下来 ok 就会下降 这个柱顶 这个纯铜 下降 下降了以后 下降了以后 然后呢 它会启动这个 这个杠桥系统 这边刚好有个支点 下来 然后这边撬上去 撬上去这边就制胜所 所以为什么约柜只放在这里 因为随时 放下来就可以跑了 你知道意思 所以这个位置 特别是留空在这里 答案就在这里 有没有道理 不然为什么要特别留那个空间在那里 ok 然后呢 这一个这样子上去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重 不知道 反正他们有算 因为到现在就可以算出来 那个 因为春筒嘛 然后尺寸是多少都算得出来 圆径多少都算得出来 不知道是几吨还是几十吨 反正很重 所以在瞬下来的时候 这个杠桥这样上去的时候 还需要一个反冲器 叫damper system 不然的话一下子 力量太大 就冲到屋顶上面去了 ok 所以呢 这边一个反冲器 这个沙会往下掉 这个往上跑 ok 然后它就可以慢慢的上去 慢慢上去 这是第一阶段 好 第二阶段就等到这个 搬上去了 所以它就升上去 等一下你会看到animation 但是我现在跟你解释一下 你才知道animation 是什么意思 ok 那这个上去 上去这一个进去 然后呢 再启动这一个 第二个杠桥 让这个杀下来 这个杀出来 杀出来以后 这一个 这一个才会降下来 这个才会降下来 降下来 降下来以后就 约会从这边搬走 好你们现在看animation 谁去干那个约会啊 很重的 耶利米 耶利米 耶利米是他的祭司 根据麦加比书 麦加比书 好 先停在这里 好 你看喔 那个时候 这个降下来 这个石头也下到地了 有没有 你从外面看不出来 你从外面看不出来 因为他跟外面的地是完全一样 所以 这个柱顶 本来是高五种 有没有 然后 里布甲尼萨的军队进去的时候 变成高三种 搬走的时候 又变成高五种 就是刚刚看这个沉进来 两种 所以本来五种变三种 他进去的时候看到是三种 所以为什么圣经记载有这些偏差 不知道 以为圣经有错误 连这个几种都搞不清楚 其实都有奥秘 所以呢 这个 那个时候 他已经运走了嘛 所以这个已经沉下来了嘛 这个柱顶已经沉下来 所以五种变三种 少了两种 可是 当他们把他打碎了 全部带回去 带回去 那个巴比伦的时候 把这个跟这个分开来 然后运回去 巴比伦 那个时候 然后 记载这个呢 又变五种 所以五变三又变五 回来 就这样来的 所以圣经的记载没有错误 好 再往下 好 讲了这么多 到底约翰看到了什么 现在要讲回来玉月节那天呢 公元28年 根据Michael Rue 公元28年 玉月节那天 星期三下午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发生什么事情 好 约翰是 十二个使徒里面 唯一一个 那个时候还在 看着耶稣钉十字架 来 其他都跑光了 然后呢 约翰 约翰被运到哪里 我们刚刚看那个 有没有 这样子 约翰 就是放在这里 刚刚记得这里呢 就是从这个地道 这边都是地道 下来下来 放到这里 放在这里 然后呢 这个大家记得还是那个 777那个地方吗 就是 献以撒 亚伯拉献以撒 那个地方吗 在耶和华的圣谷 In the mountain of Yahovah It shall be sin 在未来会被看见 有没有被看见 耶稣在这边 定时加被看见 然后他提供 有没有提供 耶和华以乐 有没有以乐 有啊 他提供他自己 上帝的羔羊 就在这里啊 然后 然后 那个 那个时候 圣经的记载 地震 有没有 地震 就是那个 当罗马的士兵 刺穿耶稣的热旁 水跟雪流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地震 还是他断气的时候 就地震 但是那个 时间是非常 点是非常近的 ok 然后呢 岩石 磐石也裂开了 这边都是石头 因为是摩尼亚山 都是石头 ok 约会就在 那个 这一个 不是人所造的喔 这下面这些石窟 这是天然的 不是人去造 他就藏着 耶路比特把他藏在这里 大概六百年前 耶稣上十字架以前 已经在那里了 结果发生什么事情 耶稣的血 不是掉到地上去的 神指耶稣 这么宝贵的血 会掉到地上吗 他是 在那个时刻 磐石裂开 在下面的二三十英尺的地方 约柜在哪里 那个血 下来 你猜 落在约柜的东边还是西边 西边 西边啊 这才指 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啊 为什么 耶和华神 叫摩西之 以后 你们就是 谈血只能谈在东边 好 在这里 我要讲这个 约翰一书 五章第八节 根据Key James 我们都读 和和本 读得很熟悉 做见证的 原来有三 圣灵水干雪 这三样也归一 我们读在读去 真的是 很多的解释 还是不是那么明白 在讲这个之前呢 他有 还有讲到 在天上做见证的 有三就是 父 the father the word and the holy spirit 有没有 父 还有道 还有那个 圣灵 就是天上 在地下 做见证的有三 就是圣灵 水跟雪 和和本没有把 in earth 这个翻出来 OK King James 就是把这个也翻出来了 on earth 还是 in earth 是 in earth 在地里面 在地下 不是在地上 in earth 这是 on earth 还是 in earth 所以那个水跟那个雪 这样流下来 落在 约柜的西边 亲自做见证 天底下 从亚当到现在 没有一个人的雪 够资格 落在 食人座的西边 神宝座的右边 那是 留给神 真正的 羔羊 他自己说 政治标记 神到 爱子耶稣的雪 无瑕无瑕 那个雪 一定要落在上面 我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你从约的观念来看 你记得 Michael Rule有一段 非常经典的 摩西上西乃山 那一段 有没有 那以色列百姓 他叫以色列百姓治洁 然后他们在 营区跟那个 西乃山山脚 只有离差不多一英里的地方 有没有 然后耶和华神 在火中降临 然后西乃山全身冒 全身冒烟 然后地震啊什么 然后他们在那个地震当中浮浮 慢慢的走慢慢的走 那一段 非常经典的 Michael Rule讲的那段 有没有 然后 在那个时候 嗯 哦 好 那 那个耶 他们就是 他们那些以色列人就说 不要再让神跟我们讲话 吓死了 然后摩西独自上山 你记得吗 就那个事情 那后来耶和华神 摩西就跟耶和华神讲说 他们都吓死了 不敢上来 对 然后他们也不要你跟他讲话 然后呢就说 你告诉我就好了 我回去告诉他 他们已经先跟我讲说 反正你所吩咐的一切 我们都会遵守 不管你吩咐什么 那所以耶和华神就在那里 就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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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子啊 所以他下来了以后 他们就开始立约了 就是立这个 covenant 真正的old covenant 就是这个covenant 这个旧约就是这时候立的 跟以色列名立的 立这个约呢是 the blood covenant 不是covenant 它是血约 是用血所立的 如果那个 然后立约的过程 是摩西把那个 那个约书啊 上面有些规定嘛 彼此双方的全力义务嘛 我要做你们的神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然后怎样这样 然后就说耶和神说 我什么落胎 你还记得那个 果子也不会说 没有成熟 就落胎 妇女也不会 那个什么 流产啊 什么很多的 promise啊 你记得吗 然后种种种种的啊 但是他们就是要守实戒 他们要怎么样去爱他 什么什么这些种种的 然后不能够拜偶像啊 什么这些种种的 很多嘛 OK这些的commandments 这些约书呢 那个摩西写下来 然后他就一念 他们一念 摩西这些人 所有的百姓 祭拜的百姓说 我们会遵守 I'm willing We do We do 就好像在立婚约的盟约一样 彼此进入这个全力义务的盟约里面 而且这个约是血约 所以那个时候摩西就把那个 杀了很多的那个公牛 扭堵 然后把那个血 那个血呢 一半就撒在祭坛上面 然后一半撒在 一半撒在祭坛 然后在剩下一半 他的其中一部分撒在约书 因为他们彼此立约的那个约书啊 上面 OK 然后在剩下的那些的 再把他撒在以色列的众百姓身上 全部用血 全部是有 这是因为是立血约啊 你如果没有被血撒 这个就不算了 这个约是无效的 这个约一定是要用血所立的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这个 牢不可破的一个盟约 一个血 谁违反了这个约 谁就得死 重点就在这里 可是犹太人呢 很快就拜金流堵了 所以那时候 麦克鲁说 这个约 这个血约 这个观念在静东的文化里面是非常清楚的 谁违反这个约 就会像 那个生计 为了立约的那个生计的那个生计 被杀的那个血一样 他会血流遍地 会死的 会死人的啊 这个约会死人的啊 OK 那如果耶和华神 违背了这个约的话 当然没有人杀得了耶和华神啊 那他可能就要自杀 我是讲开玩笑 but this is so serious this is serious business man 然后如果以色列 违反了这个约 they have to die period 这是这个约本身的要求 就是这样 所以当摩西 当耶和华神跟摩西讲说 就说你 我要从你当中兴起 有没有 后裔啦 有没有 让我把这些人都灭了 有没有 我们以前不知道 我们以为说神是开玩笑的 right 或是只是说 他不是真的要这样子做 他只是这样说 我们听过这上面的 这一段经文的讲解 这不是从妥拉的精神来 不是从约的精神 真正我跟你讲 神是 祂要灭 因为这是根据这个血约的要求 谁违反了这个约 谁就得死 所以以色列会中 违反了这个 they have to die 因为这是约最 这个约最基本的要求 这个约最基本的要求 It's Torah 这是一个法律 就好像你杀人的 你就要得偿命啊 法律就这样定啊 所以 摩西就站在那个 带倒者的地位上 就跟他在那边 跟神在那边 negotiate 不行 然后你一定要想一个办法出来 这事情不能这样子做 所以 才所谓产生了所谓的这一些的 sacrifice system 他们 祭祀的这些礼仪的系统 所谓 如果照马克贝尔斯的讲解 那是 以色列第一个 Yang Kapoor就是那个时候 淑醉日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7月1号是 Blood of Trump 他们是神在 那个时候 从那个西乃山 用极大的号角 极大的声音跟他们讲话 这是shouting shouting The young to rule 就是shouting 很大声跟他讲话 就是那个时候 然后到10号 就是赎罪日 ok 这是我刚刚讲的事 就发生在这当中 ok 然后那个 会神就立了这个 这个所谓的 这些的赎罪日的规定 这些的结起的规定 ok 为了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根据约的要求 谁 违反这个约 谁就得死 好 那除非 除非怎么样 除非有一个人 没有违反这个约 没有违反这个 妥拉的所有的规定 所有的诫命 然后呢 他甘愿 来替死 这样子才能够 成 才能够免死 这样以色列人 才能够拿到免死金牌 才能够免死 ok 那 这个约呢 covenant就是covenant 你不能够把他void掉 比如说啊 不算了 这个约这样子 扯一扯 不算了 不行的 covenant是永远 他不是合约的 covenant就是covenant 蒙约啊 是永远的 所以说 当这个 所以说这个约不能就直接被废掉 你知道吗 所以不是说旧约就 旧约跟新约不是两个决然不同的约 你知道意思 不是说旧约 void掉 废掉的那个旧约 不是这样子 ok 所以说 这个 missiah 耶稣呢 他必须要 来 满足所有的律法的要求 所以他说 律法中的一点一地 妥拉里面所有的一切 必要应验 而且他一定是守权的 所以身在律法以下 而且是怎么样 为女子所生 就是女人的后裔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种种的 anyway 满足了所有律法的要求 但是呢 所以他有够那个资格 来 护这个 血约所要求的死刑 所以这样子呢 你就可以明白说 为什么旧约里面 讲说以色列的 不是只有讲以色列神 而已说以色列的救赎者 以色列的救 The Redeemer of Israel What does it mean? 你从这里面就可以 才能够明白 因为他来 免了以色列民族的这个死啊 本来要被上面毁灭 照这个旧约的规定啊 照这个 covenant 血约的规定啊 所以他不是 在这样子的 一个sense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里面 这样子的一个角度里面 他成为以色列的救赎者 You know 所以这个血 那这样来讲 这个约 当初撒就是撒在 这个约书上面 Right 石板啊 这就代表约嘛 蒙约啦 所立的蒙约 那这个Arc of Covenant 约柜 里面是放什么 就是放约嘛 That's all it is about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约嘛 那这个约既然被毁了 对不对 这个就以色列 以色列毁了这个约嘛 Covenant 可是呢 上帝呢 就千年的时间呢 他设立了这个 比如说赎罪日的这个制度 对不对 然后呢 约柜的东边 就说OK 暂时的怎么样 Like a place holder 就是让生计的血 先在那边暂时遮罪 但是这不能除罪的 一直要等到那完全者 真正的以色列的救赎者 来到把他的血 一样要sprinkle 好像大祭司一样 禁 禁 禁那个一年一次 禁那个赎罪日 禁在耶华神面 在斯恩座面前的时候 要谈血 一样 他的血要落下 他的血就是落在 宝座的右边 西边 那是保留给 上帝的爱子 耶稣所成就的 在那个moment 发生什么事情 旧的约 的死刑免掉了 同时呢 这个约被renew了 不是被废除掉 他是被更新了 你就想像说 好像一个租约 比如说我们租的这个办公室 那个租约本来是讲说 五年 五年的租约 然后呢 有每一年 你如果租五年 每一年呢 会有一个月 你可以免房租 比如说这样 这个约是这样 那五年到了 五年到了呢 但是这个约有讲说 到了第四年 或第五年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再五年 这个约本身已经规定是这样 我现在是举例类比 那 可是呢 到时候到这五年的时候 你要换 就是说要再继续租 就把这个 那我们说好 我要take这个option 我要继续租 再租五年 可是再租五年 这个约 变成说每一年呢 你会有两个月的免费房租 所以呢 西伯来书里面讲 耶稣所成就的约 就是他一方面成就了 旧约的满足的要求 但是呢 他又把里面的条件 在趁这个过程里面 又把它改得更好 所以叫做说 西伯来书里面才会讲说 他所亚伯的血到处境的时候 还说话嘛 但是耶稣的血 所说的约 所说的是亚伯 比亚伯更美 A better word 或Better covenant 所以他把条件 在这个更新的过程里面 又给改得更好 但是你说这个约是 一个约嘛 他是一个约 旧约跟新约是一个约的 他不是另外六地的一个什么新约 所以从这来看 所谓的替代神学 根本就不对 replacement theology 根本完全是错 这个是同样的 我们外邦教会 就是把这个 耶稣的血洒了 然后这个就变成我们 就暴走了 所以以色列也没关系了 取代了 这是很大的一个谬误 完全跟神的妥拉的教导 完全不对了 OK 好 那就所以 麦克鲁路德他讲说 那个时候约翰 因为约翰在讲那个 耶稣 描述那个耶稣 那个水跟血掉下来 然后那个地震动的时候 他有讲说 那个时候他在叙述的过程 他突然接到说 I don't saw this 他特别有插了这个句话 在那个经文里面 And I bear witness 但是他saw什么 他到底看到什么 他不敢讲 这是麦克鲁路德 因为讲了以后 罗马就去拿那个约柜了 OK 然后他是说 当然这个我们就是 当参考 因为麦克鲁路德是说 当初那个圣灵 在约旦受洗的时候 圣灵不是住在耶稣的降下 好像鸽鸽子 住在耶稣的身上吗 后来耶稣断气的时候 I commit my holy ghost 有沒有 Father 我把我的灵交给你的 神灵 神灵 然后那个时候 这跟他所讲 他说约翰 应该是就是 那个时候就看到 在那个 moment 那个圣灵就离开 就是那个时候就 离开好像鸽子这样下去 直接顺着那个 裂缝 盘子的裂缝 下去 然后耶稣的水跟血就这样下去 然后落在那个月柜的上面 所以这是他的讲解 也是那个run wire的讲解 Again 你要讲的很 圣经说有这么铁吗 没有讲这么铁 但是reasonable 我觉得reasonable ok 做见证有三 圣灵水跟血 这三样 归于一的时候是说 这三个 they agreed and one 他们是在一起的 他们没有互相抵触的 they are one 这个意思 ok 三个的见证完全不冲突 完全一致 而且这边in earth 为什么in earth 因为约会 那时候在这里 那我们看一个动画 这样我就把这个约的精神 耶稣为我们所做的 这个renew covenant 是什么意思 而且为什么这个血 滴在 落在约会上面 绝对是百分之百有道理 因为照立约的精神 这个血就是要撒在耶稣上面 是不是 这样子 ok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义礼书》里面有讲到一个 并高至圣者这句经文 并高至圣者 我们中文的翻译里面呢 中文也好 英文里面呢 anoint the most holy 到时the most holy是怎么翻 有很多种 就是有三种讲法 一个是 两种讲法 一个是the most holy 是至圣者 是指人 the most holy 或是to anoint the most place 并高至圣所 你会看到这两种解释 ok 现在是第三种解释 什么叫the most holy again 整个地球上 没有比这个更holy the most holy 这个是most holy 这个在哪里 那个地方才是至圣所 agree this is the most holy 病高至圣 the anoint the most holy 怎么高 耶稣的血来高啊 anoint的意思就是 好像土土丝啊 土丝 smear 有没有 smear 土一层 那个奶油 那个叫什么 花生酱 那个smear 那个是anointing 或者是 那个高油这样倒下来 在上面有一层覆盖 那个 当初那个 他们用那个 比如说亚伦啊 上帝到摩西 那个高那个亚伦的时候 大祭司那个不是高油这样子 倒下来吗 anoint 这个就是anoint 那个血这样下来 anoint the most holy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非常有道理的 就所有的经文这样子来比对 好 那这边就 嗯 约会跟这个 约 还有这个耶稣的血 跟约月节发生事情 就到此就告一个段落 两个呢 第二个呢 接下来